1895年4月17日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 清朝权权代表李鸿章 在日本马关与日本权权代表伊藤博文 洛澳宗光签订了马关条约 按照这份条约 中国将赔偿两亿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 澎湖列岛 增开沙市 重庆 苏州 杭州卫商部 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马关条约签约后 李鸿章出于以一致疑的理念 将这份条约的内容 告知了英国 法国 俄国 德国 美国等主要西方列强 英国 美国对这份条约无动于衷 法国 俄国 德国却对马关条约持强烈的反对立场 这是因为日本索取台湾岛被法国认为动了自己的奶酪 日本索取辽东半岛又被俄国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至于德国一直想在在中国山东获得一个港口 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会让这一计划落空 于是就在4月17日签约当天 法国 俄国 德国就表达了联合干涉的意象 4月23日下午 法国 俄国 德国正式向日本发出外交召会 外交召会上的内容大同小异 核心就是迫使日本放弃 占有辽东半岛 法国 俄国 德国的干涉 让日本大光起火 不过 日本不敢一口回绝三国的要求 毕竟 刚刚打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 不具备于法国 俄国 德国开战的条件 不过 日本的外交反应非常灵活 他们在惹不起法国 俄国 德国的情况下 愿意向他们让步 至于中国 他们打定主意 寸步不让 他们吃定了清朝的软弱无能 具体怎么做呢 日本愿意向法国 俄国 德国让步 给他们一份面子 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但是 必须让清朝付出金钱上的代价 为此 日本向清朝提出 一亿两百银的赎金要求 后来削减至三千万两百银 实际上 在外交形势 对中国十分有利的情况下 清朝政府本可以不用支付这三千万两百银 甚至还有可能免于割让台湾 根据刘坤一幕聊一顺顶 在魂北魂东杂记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 李洪早 翁同和等人主张暂缓批准条约 一直表达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不可割地 犀利兵利所不能举 不能割以语人 今中国诉台湾 与养国有爱 恐败坏万国功法之力 又中国既赔窝兵费 而辽南之的人割与窝 亦为功法所无 以此二结 各国不能允许 这是说 按照西方惯例 兵力达不到的地方 不能割让 因此不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否则就破坏了万国功法 同时 中国已经赔偿了两亿两百银 仍割让辽东半岛 也是万国功法上面所没有的 朝廷便催促法国 俄国 德国与日本在商谈 还没有等到法国 俄国 德国三国的回复 5月1日 天津发生了海啸 这时候 一直立主早日批准马关条约的军机大臣 孙玉问以此为借口 逼迫光绪批准合约 辞色俱立 各书不敢有一词 光绪皇帝无奈之下 绕殿及不约拾取 乃顿足流涕 粪笔书枝 批准了马关条约 时间是1895年5月2日 就在光绪皇帝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当天 俄国公使来总理衙门说 窝款可商 可有店来 请少后 5月3日 法国赴店说 窝市可商 而且可以保护台湾 同日 俄国又来店说 窝已允退辽南地方 还有斩期换约之意 这说明 事情还有转变的时机 但是 在庆亲王一框的影响下 5月8日 光绪皇帝被迫电告五庭坊 与日本如期换约 其实 这时候事情仍然有回转的余地 光绪皇帝发布一道预纸给军机处说 台民不肯服窝 德 法 德三国都说不可割地 经此约虽经批准 将来如何办法 何应随时修改 可陆入赵会置窝 遗憾的是 军机处表示 我家皇上之言 威令怎能行于他国 岂不可笑 竟然擅作主张 将这道预纸束之高阁 翁同和打算将这道预纸以外交赵会的形式 发给日本 也被一帮大臣讥笑为迂腐 于是 清朝失去了最后一次修改条约的机会 不得不花费三千万两白银 用以赎回辽东半岛 而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 澎湖列岛 则按照马关条约 全部割让给日本